欢迎大家来到苏维尔数字化实验课堂 本期我们主讲的实验是 费点与压强的关系 为大家收客的是苏维尔赵宏老师 生活中大家都有烧开水的经历 水沸腾时的温度就是水的费点 那么在海拔不同的地区烧开水 水的费点都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让我们一起用苏维尔数字化实验器材来探究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从三个部分为大家呈现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搭建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第三部分 实验注意事项 在开始实验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次实验的目的 本次实验的目的是 探究液体表面压强变化时费点的变化规律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的搭建 本次实验的实验 本次实验用到的实验器材有 计算机 数据线 智能数字的实验盘 温度传达 温度传感器模块 绝对压强传感器模块 温度传感器探头 废点与压强传感器 废点与压强的关系实验器 水 接下来我们开始搭建实验环境 第一步 将酒精灯放置在铁架台底座上 将铁圈固定在酒精灯上方约3厘米的位置 利用转接头 将烧瓶夹固定在铁架台上 将软管固定组件固定在烧瓶夹尾部 将石棉网放置在铁圈上 第二步 向烧瓶中注入约200毫升的水 将温度传感器探头 插入烧瓶塞中 将烧瓶塞 塞进烧瓶中 并压紧盖子 注意 应确保温度传感器探头 进入水中 第三步 将烧瓶放置在石棉网上 利用烧瓶夹固定住烧瓶 并将漆入软管 固定在软管固定组件上 第四步 先将温度传感器探头 接入智能数字实验盘上的温度传感器模块 再将漆入软管上的鲁尔接头 接入智能数字实验盘上的绝对压强传感器模块 第五步 将数据线的地形端口 接入智能数字实验盘 另一端USB接口 接入计算机中 即完成实验环机的搭建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1.软件使用设置 打开苏维尔初中科学实验系统V1.0软件 点击软件左上角 人教板或输教板按钮 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教材版本 本次实验以输教板为例 点击右上角有线连接或无线连接按钮 可以选择有线或无线连接方式 本次实验采用有线连接 软件目录所以分为年级和专题两个模块 本次实验选择年级 在8年级上册中 点击废点与压强的关系 进入实验主界面 右上角从左至右起第四个 为采集器连接状态按钮 当图标为灰色时 表示采集器连接成功 当图标为灰色时 表示采集器未连接 软件主界面右上角 从左至右起第三个为帮助按钮 点击帮助按钮 即可进入实验导学界面 它可以帮助学员快速了解本次实验目的 实验结论 点击实验导学界面 右上角关闭按钮 即可返回到实验主界面 即完成软件使用设置 二 数据采集 在数据采集部分 我们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 点燃酒精灯对烧瓶加热 观察软件界面 左下角的温度竖直 当温度达到80度时 轻轻拉动注射器 使水刚好沸腾 点击记录按钮 记录下水沸腾时的温度和压强 记录完成后 推动注射器 将抽水器体推回至烧瓶内 使水停止沸腾 第二步 酒精灯持续对烧瓶加热 当温度达到85度时 重复双速操作 第三步 采集完成后 洗面酒精灯 停止加热 即完成实验数据的采集 三 数据分析 数据采集完成后 点击软件界面底部的绘图按钮 对采集到的数据点进行连线 观察实验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数据点几乎在一条直线上 水的沸点和压强呈线性关系 通过观察分析实验结果 我们得出以下实验结论 水的沸点 随压强的升高而升高 随压强的降低而降低 注意 如果需要保存实验数据 可点击软件界面右上角 从左之右起第二个保存实验按钮 选择要存放的路径 点击保存 以图片的形式保存 如果某一测量结果误差较大 可选中该数据 并点击界面底部的删除按钮 删除错误数据 如果实验完成后 需重复实验 可点击界面底部的清凭按钮 清除所有数据 重新开始实验 第三部分 实验注意事项 之前我们一起使用了 数字化实验器材 来探究废点与压强的关系 在操作过程中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 酒精氈加热会导致铁圈 石免网温度变高 应注意安全避免烫伤 二 在加热过程中 水蒸气会导致软管变烫 抽气打气时 以注意安全避免烫伤 本次实验过程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本次课程讲述的内容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机的搭建 主要讲了探究废点与压强的关系实验 用到的实验器材 以及器材的搭建方法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主要介绍了软件使用设置 数据采集过程 以及实验结果分析 第三部分 提炼了本次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希望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 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 数字化实验系统的使用方法 为大家在以后的教学中提供帮助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知道了水的废点与压强之间的关系 那么水的废点还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让我们一起用苏维尔数字化实验器材 来探究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